就是想要做一个新疆皮雕文化博物馆 它每一张牛皮都不一样 然后把人物跟这个皮子上的疤痕和文物结合在一起 让它恰到好处 然后我希望随便一个作品单单拎出来 然后就能让大家看到全部 包括所有的情怀都在里面 纯艺术它是多一笔不多 少一笔不少 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恰到好处 其实它是在做减法 把人的这种感情和它的灵感全带入进去 能够让看的人能够完全体会到 把自己天把星空的一些想法 真正实现在皮子上 然后做成成品 呈现出来的时候 这才是幸福感比较爆棚的时候 我不太喜欢告诉别人说我是哪个民族的 我会统称我是新疆人 然后我更愿意作为一个新疆的一个民俗的小百科 向更多人去介绍这个东西 就是作品去展示新疆民俗文化 然后从新疆民俗文化中 然后去挖掘更多的东西 然后去创作出作品 作品相当于就一扇窗户 让观赏的人和用的人 然后打开这面窗户 看到这面窗户里面 所包含的这个新疆民俗文化的这个宝藏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 我希望我挖掘出来的这些元素 是从我身边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然后从里面去提出一些元素 然后把它用现在的一些手法去展现出来 新疆民俗文化它本身就是一个宝藏 就我个人的话我估计我这辈子都挖掘不完 开始从事皮料艺术之后 然后我发现我需要去了解和学习的这个民俗文化 真的太多太多 就像之前有点数目寸光 只能看到一两颗闪烁的那种小的宝石 但是真正当我去深入去探讨和挖掘和学习 这些民俗文化的时候 发现它真的是一座非常大非常大的宝藏和宝库 你打开这个门的时候 里面的这个宝藏是琳琅满目的 一望无际的 然后发现因为各民族之间的混居 已经不分你我了 大家都有对方文化里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会在各别的少数民族的服饰 还有它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里面 会找到另外一些少数民族的图腾和图样 而且它的美好向上的一些寓意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让我觉得很奇妙 就让我觉得大家看似好像各民族和各民族之间 然后都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大号 但是你真正去深入在其中的时候 发现其实大家的文化呀 还有饮食呀 和地方上的一些人文 包括他们自己对于一些 就野生动物 还有自然的一些理解都是串联的 我是比较有新疆情节的 有的时候稍微会有些失望 很多人可能对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人文 他了解得比较片面 所以只能看到某些点 我一直都有一个想法 能够让自己的作品放在更高的国际上的舞台 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些闪光点 我觉得我的作品更多的意义上是愿意做一个 囊括很多文化瑰宝的一个托盘 然后把它展示给更多的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